市场上的信心现在已经跌入了谷底 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约预示准备入场了 这个时候风险管控与投资策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本格看地产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策略与风险 本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叫马力主义哲学 这是我们常说的政治课 说句心里话 这个课是真心的没什么意思 但这是必修课 所以每次都要点名 我去上这个课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坐在解体教室的倒数第二排 闭目养神 知道我为什么坐在倒数第二排 而不是倒数第一排吗 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听 倒数第一排的那几个哥们吹牛逼卡纳山 记得有一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 他们聊的话题是毛主习到底有过几个老婆 后面这个哥几个一聊这个话题是越来越激动 越来越兴奋 这是一个小哥的同学说了 毛主习这样挺好 就应该一个人分他五个老婆 搞啥 一夫一妻 另外几个就拍手称坏 得意忘形 这个时候他没有注意到 这个政治科老师已经走到附近了 老师就喝到了 你们几个聊啥了 这几个人都不敢说话了 于是老师就问我 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肯定不能出卖 我就说我也没注意 我正琢磨您讲的延安整风了 老师说整风是上周讲的内容了 你还没完没了了吗 这时候课堂就一片的哄笑 这时候旁边这个女同学就说了 他们几个思想坏了 说要取消一夫一妻 说一个男的要娶五个老婆 听到这之后 这个政治老师的表情就有些凝固了 紧接着就撂了一句话 你们可以下课讨论一下 如果真的实行一夫多妻 会发生什么 下课之后 这几个男生就开始讨论起一夫多妻了 参与旁听的 肯定也不少 我肯定也是其中之一了 大伙从家庭伦理到种族优生 讨论的非常激烈 知道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吗 如果真的实施了一夫多妻 很可能大部分男人这辈子都讨不到老婆了 因为位于顶部的20% 会占据80%的性资源 而大部分人只能刮身剩余的少量资源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知偏差 在我们投资的时候 人们的直觉是只赢而非止损 跟着你的直觉最后就会成为韭菜 只有认真的遵守规则 克服类似于像损失厌恶 从众和贪小便宜的心理 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被割韭菜 房产投资尤其是如此 我现在给大家讲几个关键词 我们才看广告的时候会看到 这个房子仅售300万 起价50万 这是个减重的机会 绝佳 火爆 排队 热卖 唯一最后的机会 屏幕前的朋友 你可以对号入座想想 商家到底利用了上面 哪几个认知偏差来忽悠你 给你两秒钟的时间 一 二 紧售 起价 简陋 绝佳 这几个词呢 就是利用了你 爱沾小便宜的心理 火爆 排队 热卖 这些用的是你从众的心理 而唯一 最后的机会 往往是利用了你的损失厌恶 我希望你在看楼花广告的时候 可以对号入座 认真的去思考下 通常在广告宣传中呢 这些词汇是洗脑 喝酒菜的常用招数 有些呢 则是被偷换了概念 有些呢 则是纯粹的利用你的认知偏差 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背后有 当然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不同的地产经济圈的朋友中 发现同样的文字 配图等信息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有组织 营销的先兆 你考虑一下 一个公司几百号经济 都在宣传某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的性价比怎么样 我们很难说 但是给地产经济的佣金和市场投入 是绝对非常下本的 那么 谁来买单呢 就是你们这些旧材 这个时候你该做的 就是删掉这些 在朋友圈发广告的 朋友圈不是广告圈 不应该用来做生意 如果你用虚假的所谓朋友来做生意 那么请不要怪我拉黑你 多数人呢 在做决策的时候 往往是不能够考虑全盘的因素 或者说 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优先级别 所以呢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是 80%的人被割韭菜 被那20% 而20%的人呢 挣了80%的钱 在房产投资中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很多人说呢 说高杆杆炒楼花呢 可以挣钱 感觉呢 这个大地 老婆小的房子 可以盈利 有的人说呢 现金留好的房子呢 投资回报率高 还有人跟我说呢 普通人做翻建 可以暴利 其实这些人呢 最终都会成为韭菜 我们看一下这个截图 这是安省高能法院的一个公开的案例 2016年的11月 被告人石女士和她的一位朋友 联手买了一个 Trader Hill位于旺市的楼盘 价格呢 是202万9千9 虽然说石女士的英文不好 但销售处的销售人员是讲中文的 销售告诉石女士 如果你今天做了决定 只要交3万块钱订金 那么 我会给你做免费的升级 upgrade 我们注意一下 首先要想一想 这里销售人员用到的是什么样的技巧 没错 是客户占便宜的心理 探图小利呢 是我们很多华人的特性 那么这个石女士呢 也不例外 立即和朋友驱车30分钟 去银行开了本票 送回收楼处 按照石女士的说法 在签合同的时候 销售人员并没有用中文或者英文 和她解释APS 也就是合同的内容 同时也没有建议石女士 去获得独立的司法建议 接下来呢 石女士就和她的朋友呢 补充了订金 一共前前后后交了15万 按照开发商所提供的资料 交接时间呢 是到2018年的5月份 然而在2016到2018年 这两年间呢 其实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个呢 是2017年的4月 实施了海埋买家税 导致了安省房产的价格下滑 另外一个呢 就是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 开发商那边呢 接到了石女士的 一起购房子的朋友的破产通知 2018年5月 石女士呢 没有能够独立的去close这个楼花 违约了 于是开发商没收了石女士 15万的订金 这方面呢 石女士也最终统一了 而事实上呢 这个事还没有完 之后开发商又把石女士 爽约的房子呢 放到市场上卖了 你们猜他卖了多少钱 150万03千 然后开发商提了如下的诉求 我们看这个图片 开发商要求石女士 独自的去补偿差价 支付地产经济佣金 以及上面欠款 年化15%的利息呀 注意哦 这是三年多的利息哦 每年15% 另外毫无疑问 大笔的律师费 石女士的律师呢 也提出了抗辩 包含了销售人员 没有去解释合同 没有建议石女士 聘请律师 提供review合同的这个事情 同时呢 也卖惨说 自己的英文不好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等等等等的 那么笨呢 想去问一下 屏幕前的朋友 两个人买了房子 一个人破产 剩下的这个人 是否有义务 独立的去完成交接呢 还是只有一半的义务 英文不好 抗不肿合同 是不是可以作为 减轻他的责任呢 单亲妈妈 是否又可以成为 法院在判决时 带来的某些 有利的倾向呢 按照石女士的说法 开发商也没有完全理行 销售前的告知义务 那么如果你是法官 你会如何判呢 给出几秒钟的时间之后 我相信屏幕前的朋友呢 可能有些已经猜到结果了 在这个案例中 石女士完败 开发商的诉求 被百分之百的满足 没有任何的折扣 原因在于 开发商的霸王合同中 把所有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全包含了 同时也去除了 所有对买家不利的东西 这是所有开发商 都在做的事情 根据以往的案例 凡是和开发商 签了知识合同的 在法庭上 买家都没有任何的便宜可占 而与此同时 开发商却可以在文本中 包含了推迟项目 交接延迟 取消项目 甚至涨价的权利 我们知道 Stayville这个项目 已经官宣破产快四个月了 当初的买家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补偿 到目前为止 连定金都没有退 你相信这仅仅是 因为太让在走流程吗 至少Ben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一些地产经济圈的朋友中 我看到有这样的广告 定金只需要5000 定金只需要1万 其实这就不需要解释了 在刚刚这个案例中 石女士的定金 也只有三万块 但是最后面临的损失 却是大几十万 在很多人国人看来 违约的代价 可能仅仅是定金的损失 其实这是不对的 开发商的合同文本中 在开发商违约索赔的时候 除了没收定金外 索赔的数量与定金无关 当然 违约的情况下 定金肯定是要被没收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最近奔还听说了一种忽悠大法 就是说现在利息高了 买现房不划算 先买楼花 等close的时候 利息下来 这个时候 房屋价格就上升了 你就赚了 我们考虑一下 这里奸商用的是哪种忽悠你的技巧 其实听上去还是有一些诱惑率的 但是开发商也不是傻子 所有的因素都已经price in了 关键是 几年后的利息到底是多少 你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你能不能贷款 银行有什么样的贷款政策 你不知道 房价如果跌了 你还要去close 否则就是违约 房价如果真的上涨了 开发商还可能为了牟利卖掉项目 不close 或者要求你涨价 你一样是损失大大的 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定不要跟随直觉 你要看明白 这里有没有忽悠 如果有忽悠 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信群 会让你避免这些损失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 很多华人 在和开发商购买楼花的过程中 会血亏呢 因为他们没有订阅我的 笨格砍地产 没有加我的微信群 最后要和你说的是 2019年之后买的楼花 请做好亏钱 甚至deposit 血本无归的准备 现在这个时候 不仅楼花不能碰 甚至连楼花转让 都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订阅 临走前跟笨点个赞 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就此别过 咱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咱们 我还会有期待 我会有期待 词词